所有的所谓的后来的现在的 咱们看到的影子金融 还有所谓的基金 全是基金里生出骗人的招 没有一件事创造财富 全是假的 在这个货币金融的本质 就是物物交换生产力的价值等同 法币就是法币和素质币 也就是法币非法币吗 现在有了人类有了技术能实现 过去技术达不到 他把人给你物理上的消灭 给你抓住了 你怎么做呀 你不能颠的黄金到处跑啊 他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技术 他需要一个人的需要 人类从来没像今天发现 花钱比挣钱还难 而且越花钱越少 手续费 税务 转一次交易会税 卷一回交易税 这种重复交易 没有一个国家给你答案的 你知道人类上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看所有的国与国协议 都是避免重复交税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从十几岁开包子部 我就在看这个报道 什么国与国之间 避免重复交税 到今天也没人做到 我们给大家要的什么 就是信和用 欠草妹妹相信七哥 是吧 你给我一千个币 七哥现在给我一千个币 我就给你 我今天就把上衣给你脱了 是吧 那就脱了 这就事完了 我干嘛我非得给爱德华 交百分之二十的税价 我为什么 那欠草妹说 七哥 我现在我给你一千个币 你把你上衣脱了 行 七哥把裤子都脱了 那就是完成了 有交易啊 他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信用 所有的信用 所有的金融体系 是政府掠夺财富 纳税的需要 统治的需要 但这个系统里边 没有统治 没有纳税 没有剥削的需要 所有的价值 就是你我之间 双方的信和用 你信吗 信 用吗 用 信用 咱俩完成 我就是把你信用 完成的工具 叫HP 洗臂